来源翻开历史和现实 我们首先来看一张图片吧 这张图片上的内容清晰地反映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我们当时跟日本的关系好像还不错 二是我们跟隔壁苏联的关系好像不撒地 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拿历史上中苏美三国的关系来看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相当有意思 甚至可以说很精彩 我来简单地说一下吧 第一中美之间的关系小结 二战的时候我们是盟友 建国后我们是死敌 往后又迎来了所谓的蜜月期 现在又成了战略对手 第二中苏之间的关系小结 二战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同盟关系 往后变成了论战关系 后来又缓和了关系 现在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大家看出了什么没有 看到了什么门道没有呢 其实中美苏之间的关系 恰恰证明了这句话 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那么这句话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目前网上分成了两种观点 甚至形成了两种激烈对撞的观点 一部分网友认为 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双方之间只有利益关系 例如中美苏 英美 英法等等 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是死敌 也曾经是朋友 反正一切都是利益说了算 有共同的利益就是朋友 当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 甚至能成为刀兵相间的死敌 另外一部分网友则认为 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单单有利益的牵扯 还有比利益更加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国家之间的价值观认同 或者叫做互相之间的文化 制度 模式认同感 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 例如 现在的很多国家成为了盟友 成为了好朋友 那是因为人家互相之间的模式 制度 文化 是差不多的 我认为 一直到现在为止 这种争论也没有停息过 并且一直在持续的争论之中 有的人认为 利益是第一位的 有的认为 价值取向是第一位的 我个人对此想说三句话 第一 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国家与国家之间 确实是以利益为第一考虑要素的 毕竟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才是根本 趋利避害也是正常的 第二 从现实来看的话 现在确实也出现了 价值观相近的国家之间 更容易合作 更容易成为朋友 更容易成为伙伴 第三 国家和国家之间 到底是利益重要 还是价值取向更重要呢 其实我认为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首先要讨论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 现代国家的概念问题 我讨论这个问题 是 我讨论这个问题